纸丧骂怀中共军中有人暗批习近平 投降了谷歌向香港当局上交用户数据 华为董事长画饼冲击引来冷嘲热讽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11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临近 习近平前所未有的对军队倚重 自去年底至今接连三次晋升上将 不但改变了中共以往每年7月及12月晋升上将军衔的惯例 就连晋升上将的规则也被打破 与此同时 中共军队也极力讨好 经常在关键节点发生停息 不过 外界一直认为习近平频要求军队忠诚 更加表明中共军队不忠诚者如今大有人在 9月10日 中共军报的刊文就别有意味 疑似暗骂习近平 海外时评人士魏晋撰文分析 中共军队喉舌解放军报10日发表一篇题为 旗帜鲜明反对好好先生的文章 表面看上去似乎是要批评所谓的好好先生 针对习近平最新的重要讲话提到好好先生 并不是真正的好人 要坚持原则就不能好好先生 军报这篇文章说 好好先生原本指的是东汉末年的司马辉做人圆滑 逢人只说好话 然后文章进一步说 其实司马辉是一个学识广博 富有知人实才能力的学者 诸葛亮 彭统都是经他推荐到刘备阵营的 司马辉后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权的刘表 心胸狭隘 不分中间谋害善者 这才让司马辉谨慎起来 文章随后说 处在旧实且无道的社会环境下 有智慧 有才干的人明哲保身 洁身自爱 甚至隐居山林是可以理解的 据魏晋的分析 这篇文章出问题的就是 中间那段解释好好先生的来由 以及为司马辉辩护的话 从字面意思就可见 作者将司马辉这种 良才如此谨慎 不得不变成好好先生的明哲保身状态 归罪于当权者刘表 大有借骨俯金 寒沙摄影 指桑骂怀的意味 令人联想是否在故意黑习近平 此前中共中央党校9月1日举行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习近平面对堪称中共高层接班梯队的 受训中青年官员讲话 从官媒通稿的字里行间习话中有话的批评 党的干部经不起风吹浪打 关键时刻临阵脱逃 今年不少落马官员都被通报对党中央不忠诚不老实 这应该是中共官场的通病 也暗藏反习的危险 因为无法获知官员是否真的忠诚 即便天天听到送习声一片 习近平也会夜不安寝 文章最后指出 在中共军队中 当年两个大老虎徐才厚和郭伯雄 留下的军中卖官机制 已经烂掉了所谓民主测评和后备干部制度 在习时代依然沿用 近年升上来的人是否忠于习 在机制上就有隐患 习近平自上台后一直强调军队要忠诚 打击两面人 也是因为中共的党文化本身是假自第一 时刻在制造两面人 习自己也是这样在官场 庆吟过来的心知肚明 自去年北京当局在香港强推国安法 谷歌与其他美国科技和社交媒体巨头 曾一起宣布 除非通过美国司法不同意 否则香港当局对任何用户信息的请求 将不会得到满足 而最新的披露表明 谷歌的立场已经发生了逆转 向港府提供了用户数据 据香港自由新闻11日报道 谷歌已经响应去年7月至12月期间 香港当局提出的三项要求 向港府提供了用户数据 这使其成为自去年6月 香港国安法颁布后 第一个公开表示其遵守地方当局 要求提供用户数据的美国科技巨头 谷歌方面给出的解释是 它满足了一项紧急披露请求 涉及对生命的可靠威胁 以及另外两项涉及人口贩运的请求 并称这两项请求与国家安全无关 且有地方法官签署的搜查令为支撑 谷歌还补充说提供的信息不包括用户的内容数据 谷歌关于回应政府请求的一般政策为 它会提供其他原数据及非内容数据 如用户信息包括姓名、电子邮件、电话号码、IP地址、账单信息、时间戳和电子邮件标题 该报道分析指出 这一做法意味着 谷歌听从了香港政府的至少部分用户数据要求 去年谷歌表示他不会对任何要求作出回应 除非他们通过了公司总部与美国司法部签订的双边法律互助条约 在6个月的报告期内 谷歌收到了香港政府的42项法律请求 涉及46个用户账户 一项紧急披露请求涉及一个账户 报道还援引香港数据科学家指出 内容和非内容数据都是个人隐私的一部分 应该按照相同的政策进行处理 况且非内容数据也可被用于执法调查 即使我们可能没看到法庭上提供的数据作为证据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未被利用 以寻找关于一个人的证据进而定罪 华为因美国制裁5G芯片断吹 新推出的P50系列手机只有4G版芯片一度被热议 轮值董事长徐志军近日为一本新书写序 称华为愿意与产业界共同憧憬6G 共同定义6G 不料徐志军此番言论引来了中国网友不留情面的冷嘲热讽 综合陆媒报道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为6G无限通信新征程一书写序 题为憧憬6G 共同定义6G 文中称 我们预计6G将在2030年左右投向市场 那时究竟市场将会迎来什么样的6G 这是一个整个产业界要用未来10年时间共同回答的问题 徐志军表示定义6G需要产业界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努力 产业界能否在2030年交出满意的答卷 取决于华为定义6G的过程是否足够开放 定义的6G愿景是否有足够吸引力等等 徐志军还透露 华为早在2017年开始对6G研究的投资 华为愿意与产业界以及未来可能需要6G的行业 共同憧憬6G 共同定义6G 据台媒报道 与徐志军的乐观展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由于受到美国制裁 华为手机全球市场占有率 由原来的排行第二 今年已经调出了前5名 9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 华为旗下的海斯芯片市场占有率排名 如今已被主攻低阶入门芯片的展讯超越 首度跌出全球前五大手机芯片的行列 此外 在华为新款MAT40E手机上 也没有发现美国制造的5G芯片 重要芯片零件之一的数位信号处理器 则是来自高通 4G芯片也使用科沃产品 有分析指出 这些零件应该都是在美国展开制裁之前 华为大量采购的 一旦存货耗尽 接下来华为就将真的淡尽粮绝了 此外 对于徐志军的愿景中国网民也不买账 网友纷纷表示 5G不吹了 开始吹6G了 没掌握在手的技术只能冲紧 就是吹 面对现实吧 先想着如何生存下去 不要画饼冲击 更不要忙着忽悠草民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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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